每逢喜庆婚宴或是在老人家身上 总会佩戴着纯阿辉 大红喜庆的配件法式让人爱不释手 然而时代的改变 这样传统的手工艺也日渐没落了 但在鹿港还有施丽梅老师在制作 纯阿辉是从传统有结婚喜庆开始就有纯阿辉 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考证起 应该是这个纯阿辉是代表喜庆的意思 有那个红色的就是喜事的来临 所以大家都一直保留有这个 因为鹿港是交通比较不方便 又比较传统 所以这个纯阿辉都没有被消失掉 应该是大家都保存着 到现在还有一些些的 临心的一些手艺家有在制作 施丽梅老师表示 将传统手工艺品经由创意设计也可成为一项艺术品 现今除了实用价值外 更运用在摆设展览上之用 春阿辉我研究了大概十多年 我是一直想说这个才是真正我们台湾的本土手工艺 我一直有这个愿望就是把年轻的一些 小姐本来是我女儿不喜欢啦 我才觉得说很可惜啦 然后我有这个心愿跟农会的一些推广 推广组的小姐商量 然后她说有加征客帮我下去教 然后发现效果不错 就各乡镇的香榮会都会来推荐 然后我一直希望有很多的学者 应该我也有觉得有这种使命啦 把这个春阿辉一直原花推广下去 好 龙佩龙 烘佩凤啦 这样子是一个好的吉兆 然后把春阿辉会联想到结婚 有时候要送礼的 然后把它研成这研发成一个壁饰 可以让人家收藏或者当壁饰装饰 又我觉得这个有精致感啦 比较比一般的像刺绣或什么 刺绣老一辈的话眼睛眼力就不够 但是这个春阿辉没有 我是觉得没有年龄的限制啦 甚至老一点的 只要你手还灵活的话 应该还OK 从春阿辉这项传统手工艺品 设计出各种变化丰富的作品 展现传统春阿辉不一样的创意氛围 一如施老师所说的 这是今日的创新明日的传统 人家的目标 写真 人家的目标 因此 我希望你会帮忙